上一集帶了大家跟我去唱榮 之後就去了羅德島的舊城道血瓶 未看的就可以按這裡看 今集我們會去同一個地方 但是走不同的樓 看不同的景點 還會帶大家坐希臘的洗頭艇 立刻去編 大家好 我是麥莉 今天是我來到希臘的第三天了 走了這麼久 腳真的斷了 昨晚已經拉了筋 但是這次起床還是好像走不到路 所以決定今天就換一雙球鞋來穿 不要太靚了 我們又上了的士 本來我們在巴士站已經等著車 跟昨天一樣 打算今天堅決一點 決定乘坐巴士 但是等了很久 這輛巴士沒有了 這輛巴士經過又沒有 不知道會等到什麼時候 又有的士來照顧 這次他就開價10元 那也比昨天還便宜 那我聽到都 唉 隨便吧 因為真的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最後又上了的士了 唉 究竟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抵抗的士的誘惑 怎樣也好 今天的目的地依然是 Old Town 因為昨天男朋友血皮不夠 今天再繼續 但是呢 的士司機又不知道在哪裡 我們 我們又亂走 這裡呢 應該就是以前的虎星河 但是現在呢 已經看了這些河水了 那這些波要來做什麼呢 這些炮彈很明顯 炮彈在河裡面 你不看不到有輪子炮嗎 喂 蛋這麼大 炮彈很小玩嗎 一定要另一輪 原本我們就打算去上面的商店街上血拼 但是不知為什麼多多一下 繞了下來下面的虎星河 那經過呢都參觀一下 但是越走越發覺不對路 要圍著城走一圈 不是吧 我要上回去 想去什麼 怎麼說不在這裡 想去拼嗎 真的繞了整個東西嗎 是啊 你看看前面 好像要走回頭才出去 不是吧 越進就越難出 前面應該是 好恐怖 不知道是不是黑到不大 好恐怖 不知道有沒有用 好黑 我看到它還有一些洞洞向上面 不知道有沒有用 走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我們終於繞得上去大街了 有去掃火 有沒有認識這個地方 沒有 沒來過我們 好像差不多人 昨天就走了很多大街了 今天呢 不知道住公館 看看有什麼能吃的 我們現在要出城 迷路 究竟這裡出去是什麼來的呢 為什麼迷路還是迷路 找到路嗎 沒有 一路遠都走 我們本來就準備去這邊這個方向 有個衛城 有個歷史的文物體 我們現在就走到這裡 其實還要再走很遠 這個人呢 走到這裡 就說不開了 很遠了 也不知道在哪裡 你真的不去嗎 路在這裡 你以為不是嗎 不像嗎 不知道 那怎麼辦 好像路那麼亂 不去嗎 又不去了嗎 下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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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 還有下次呢 當然有啦 好啦 那我們又放棄這個景點 又走回昨天那裡了 去平衡那裡 我們由南邊閘口 沿著整個圍城 又走回西邊的入口 走走走 又回來我們下車那裡了 走走走 我們就轉了進一條窄巷裡面 看看原來是一間餐廳 我們走得太累了 就決定坐下來休息一下 真的嗎 我們不膽撞進來這條巷 進來這一間餐廳 那它的外圍都挺漂亮的 但是裡面呢 就很痛啊 我們剛才就點了一隻燒八爪魚 因為我看到附近 也有很多餐廳 有八爪魚吃 所以這裡的八爪魚應該都挺有名的 然後點了兩隻生蠔 然後一個海鮮 意大利飯 還有一杯啤酒 這個就是我們叫的兩隻生蠔 這個看來被人吃了 這個 我看不到有肉 那隻也好一點 先試試 很香 好吃 嘩 來了 謝謝 這個是開始 你不用 來吧 好吃 這裡有很多海水 裡面是珍珠嗎 有很多海水 沒試吃 真的 哇 超鹹 當然啦 你在吃這個海水 這隻很好吃 很好吃 這隻很好吃 剛剛那隻很棒 那隻很棒 這隻很大隻 又有肉 很甜 很棒 這隻超級食物 大佬 這裡一塊水 生蠔就一隻 一隻不行 但是這一碟白爪魚 就粒粒都可以 它是超軟熟的 一點都不會硬 老闆就說外面會硬的白爪魚 就是因為它煮過的 但是這一隻 他說它沒有煮過 就直接拿去燒 所以就不會硬了 而這一碟海鮮 意大利飯 就非常普通 其實它的海鮮 只有蝦 青口 還有蜆 那隻 我剛才叫完蛋 然後它給了這個補盒 我現在給了什麼呢 一張蛋 剛才吃這麼多東西 52歐 要加... 是不是加水 還是 服務費 你吃鬼看 不吃 那些文字全部都是一些 數學符號 吃完東西之後 我們就到處逛逛買東西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是希臘版的天然Beauty Blender 有機會的話 就拍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我們就走了港口的右邊 今天我們就沿著左邊走 好嗎 好嗎 我們現在在哪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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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大量的白甲當然馬上快步走 我們又繼續沿著岸邊走就來到這個沙灘 這裡的水一樣清晰 還有跳台給你玩 如果我們酒店外面也有就好了 這裡對著實際縣 很漂亮 大家喜歡左邊多一點還是右邊多一點 投票邊邊漂亮一點 坐了半小時左右 我們休息夠就沿岸打算回到巴士站 乘車回酒店 我們第三天來到 應該要兩天半 已經來到市中心兩次了 我想短時間的話 我們也會再來 明天我們就會去另一個島 就叫Simi 去參觀一下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樣子 但我朋友說很漂亮 有什麼看的 去領頭 沒有東西看的 我們剛才在這個海邊看到很多這些 的船 他就過來兜售我們 說坐這隻快艇 在海邊附近游 坐了30分鐘 是一隻都很快的艇 他這裡有個影片看 真的 價錢是20歐一個人 他前面有個Gopro錄著你 整程 你要買回來 就可以給5歐 就可以買回一隻碟 就是這樣 我們就開始了這個西頭之旅 稍為點 是的 什麽 大家 你什么时候在那边 哇 狗马克 狗马克 我不能跑啊 太高了 好低啊 我闖过山车路 我都不知道泡沫了 你真是很困難 你怎麼這麼奇怪 你懂得泡嗎 你怎麼泡沫 你怎麼泡沫 我玩到泡沫了 糟了 今晚泡沫了 糟了 在船上除了快之外 也會在景點附近停下來 讓你慢慢欣賞 然後再繼續快開 我們在圍城的外面和裡面 已經走了兩天 但在船上看這個長的圍城 又有另一番風味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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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我们分别在左边和右边看过这个港口 这次船船竟然在中间穿过 放你来吃吧 换你来吃吧 就是我们第三天的行程就已坐洗头艇 在下一集我会带大家去一个很漂亮的島叫Simi 还经过疑似拍摄太阳的厚蕊的海湾 不過這次未出發才出事 不是嗎? 沒有啊 怎麼辦 肯定覺得我們很蠢 是否同一間餐廳來的 吃完又走過來 我們已經在旅程途中 需要機艙服務員的協助的話請按讚 然後在下面留下問題 我會盡快回覆 最後多謝選擇乘搭迷你的航空 希望在下一次旅程繼續再見到你 不想錯過任何精彩的娛樂節目的話 就記得按訂閱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